海中的跨年夜 昨天晚間九點多 北屯區中青路上 有一家連鎖咖啡店門口 雙方沿馬發生衝突 其中有人持力氣攻擊 對方拿出國旗來反擊 有兩個人數雙送醫 初步瞭解雙方是因為三千塊債務 引發糾紛 大馬路上兩方人馬互嗆叫囂 身穿黑色背心的男子神情凶狠 手持力氣 一看到人就攻擊 對方其中一人直接被打趴 在地上 他的朋友想衝過去幫忙 卻也被打 這時黎明黑衣男子衝出來 手拿著國旗 試圖向拿利器的男子反擊 但國旗被打斷 反被對方毆打 街頭暴力事件就上演 在北屯中青路上 一家連鎖咖啡店外 三十一號晚間九點多 咖啡廳裡的民眾目睹 整個過程嚇到 尖叫連連 大人趕緊帶 小孩離開 車子要開著的時候 才知道 然後警車就追上去了 大概十幾個有 以王楠為首等五人 相約協商債務糾紛 雙方以協商過程中 因協商破裂 進而實現多 再看一次跨年夜全五行畫面 警方初步調查 打架雙方認識 一人姓王一人姓翁 兩人合夥做生意 但王姓男子欠對方三千塊 相約談判 結果一言不合便亂鬥 造成兩人送醫 警方到場時 雙方都已經離開 目前正掌握涉案人身份 全力追捕 犯險道安 記者中播 綜合報導 我們繼續огάλ 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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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示 雙方 指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